阿拉磊这个小人物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 小小的阿拉磊在爸爸去哪儿的这个节目上 让大家所熟知何董立扮演者实习妇女 两个人可以说是转向了很多非常搞笑的情景 阿拉磊通过她那软软的声音 让很多观众特别的喜爱她 她的长相也特别像那种卡通人物 在节目中说出的很多话 可以说是一些大人所能够说出的话语了 因为这些话让很多人彻底的成为了她的粉丝 但是表面上让我们看起来非常可爱的一个阿拉磊 她背后有着非常多的让人心痛的故事 现在这个社会每一个孩子可以说是家里的一个长上明珠 他们都会被父母疼爱着 但是阿拉磊却和现在普通的家庭不一样 小小的她应该再上完节目 以后就直接回到父母的怀抱 但是自从上了一档真人秀以后 她就彻底的开始了她的演艺生涯 自从走红 她不断的接节目 不断的工作 有很多非常高难度的工作 她都选择自己来完成 前段时间有很多人在网上曝出 只有四岁的她开始吊威亚 开始淋雨 很多人都开始心疼这个小姑娘 但是阿拉磊却说出了实情 她说她要挣钱为弟弟挣钱 很多人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都知道阿拉磊的父母重男情女 只有四岁的阿拉磊出来拍戏 为弟弟挣钱 这是很多家庭都不会出现的一种状况 毕竟这个小女孩还很小 她应该是家里的一个小公主 阿拉磊可以说是非常的可怜 一年八个月的时间都在工作 都在剧场 就算是在拍戏的时候 碰上她正好过生日 父母也不会前来陪她过生日 只有她的助理会在剧场 给她买一个蛋糕 她的生日就这样匆匆的过了 甚至有时候阿拉磊拍戏 累到直接趴倒在桌子上睡着了 感觉受委屈的 她没有母亲哭诉 她只能跑到助理面前 对她来说最大的一个心愿 就是她想见妈妈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小小的阿拉磊 很瘦一些明星们 她喜欢在剧场的 她跟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好 很多人都喜欢她 并且在剧场对她特别的照顾 毕竟只有四岁 她就开始掉了压 这种危险的事情 很多大人可能都做不到 她毕竟是一个孩子 没有人心疼她